大家好欢迎来到马丁讲美式 请问大家喜欢坐飞机出行吗 马丁我作为一个前流学生 是真的很讨厌坐长途飞机 一连坐在椅子上十几个小时 实在是又累又无聊 但是好在比起墨西哥航班上的乘客 我还算幸运 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登机后 调好了座椅系好了安全带 盖上了自己的小毯子 闭上眼睛准备好好先睡一觉 这时候耳边却传来了熟悉 而又让人毛骨悚然的 咱们有蚊子 错了不是一只蚊子 还是一群蚊子 就在最近 这帮墨西哥航班上的乘客 就遇到了蚊子入侵机舱的绝望情况 说实话 找素材的时候 这段视频看的马丁是浑身发痒 空城人员是竭尽全力 喷散了杀虫剂和挥手驱蚊 但是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这伙文字就像是一架架小战斗机伺的 在机舱里是横冲直撞 所向披靡 本来下午四点半起飞的航班 论是被这群不速之客延误到了七点钟 但是看乘客们的样子 好像挺开心的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这些入侵机舱的文字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作案了 早在2019年 就已经有倒霉的航班被蚊子袭击过 据当地媒体报道 当地机场所在的地区 为蚊子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机场附近有丰富的水源和植被 同时还有一些被污染的水体 如果天气条件合适 就会大量滋生蚊子 不知道大伙出门旅行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无语的事件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故事 这里是马丁讲美事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